12月16号 临时至24时 三是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遭确诊病例76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 本土病例56例 其中浙江44例 其中绍兴市40例 杭州市2例 宁波市2例 陕西5例 其中西安市4例 延安市1例 内蒙古4例均在呼伦贝尔市 广东2例 其中广州市1例 东莞市1例 四川1例在成都市 我们先来关注浙江方面 目前浙江绍兴的上瑜区 疫情正处于高位波动的状态 昨天上午 绍兴市公布了确诊病例152 至确诊病例189 在室内公共场所的行动轨迹 书里发现 有将近70名的病例 与一家生鲜超市有关系 12月1号到3号 绍兴上瑜首例确诊病例孙某 因为参加葬礼 接触了省外回来的堂弟孙某 于12月7日确诊 这也成为了这条新冠疫情传播链的起点 随后该生鲜超市有确诊病例 与之前那场葬礼有关系 造成超市内摊主的互相传播 那目前该生鲜超市已经关停 在昨天新公布的确诊病例当中 有23个也去过这一家超市 下面来关注广东省广州市 确诊病例的情况 广州市昨天最新确诊的那名病例 与之前广州发现的首例 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 住在同一栋楼 这一名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 是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到上海 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12月11号该病例解除隔离之后 飞回到广州 在岳秀区华乐街天圣村65号居家隔离 12号社区为其例行进行核酸采集 13号的凌晨确诊为阳性 广州市疾控中心对该病例的鼻咽视子 进行新冠病毒全因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 该新冠病例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就在昨天与这名病例同住在同一栋楼的居民当中 捡出一例确诊病例 其实这也给咱们提了一个醒 到公共场所哪怕就是出了家门坐电梯 或者是上街买个菜的功夫 咱们也别掉以轻心 现在要做好个人防护 口罩都戴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成都昨日新增确诊病例 该病例为入境人员隔离场所的工作人员 从12月4号到16号一直是严格闭环管理 期间多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12月16号例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该病例的工作期间均处于闭环管理状态 没有社区活动 密切接触人员都是同一隔离场所的同事 目前已经排查的密切接触者和工作场所 环境采样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这疫情当前沈阳市疾控中心提醒大家伙 接种疫苗勤洗手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元旦春节期间建议非必要不离审 疫情防控千万别松懈 疫情席卷全球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每一个不能摘下口罩尽情呼吸的时刻 估计大家伙心里都会问 这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呢 那么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现有防疫手段能够广泛应用的前提之下 新冠肺炎大流行也许有希望在明年结束 2022年是我们能够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一年 我们现有的防疫工具可以消除严重的疾病谱 我们可以减少发病率与住院率 减少重症患者以及对重症病房的需求 我们可以控制死亡率并遏制病毒的传播 范克尔克霍夫认为 凭借现有防疫工具与检测手段 全球非常有希望在明年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 范克尔克霍夫同时表示 目前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他指出 目前数据显示 这种变异新冠病毒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速度 已经超过了德尔塔 但对其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 抗击疫情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配合 防控疫情不放松疫情早日结束的愿望 希望能够尽快成真